好 欢迎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今天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其实都是大型全职股代表态 今天盘中广达涨停板 有好多好多报纸 AI一线军的朋友们好期待 广达能不能把AI一线军带起来呢 但其实有点层次不齐 另外现在涨到这个位阶 还有没有一些 其实前景非常看好 跟半导体相关 但是位阶却相对低的呢 好 等一下来好好探讨一下了 先来欢迎这一段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K线之神朱家宏 朱老师 好 朱老师现在真的叫 喊水会结冻 喊到哪 涨到哪 他今天就来讲 之前我们就提过 广达真的不看淡 但他真的好慢 今天盘中的涨停板 把好多中小型股的资金给吸走了 为什么整个AI一线军都在表态 今天违影也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有人问了 好像伪创就相对比较弱了 好多的投资朋友想知道 AI一线军到底谁会是续墙的 等一下朱老师会帮大家做一个点点名 另外有没有底部转强的股票 有哟 光学元件 也是底部成型已经开始转强的 好 第二位是 古奇双分析师 纪委名小明同学 期货今天台纸期结算 结算之后的风景长怎样呢 小明同学必须有点小遗憾的告诉大家 散户的小台空单还在持续增加中 等于散户现在有一些人是被嘎空的状态 越嘎指数可能会越跑越高 小明同学会提醒大家该如何处理这种被嘎空的状态 另外如果我们提到台积电的先进封装 其实台湾的封装股都很厉害 也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厂 只是位阶相对都比较低 小明今天帮大家点点名 台湾一整串的封装股 包括像日月光啊 像金元店啊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题材猎人 汉伟哥 汉伟哥说 从520今天是619快要就职满月了 新的政府就职满月 政策相关的包括像军工生技 其实都有非常多盘面点火的种子 尤其是最近地缘政治风险又增温了 我们台湾的军工股 其实有非常多的力多加持 而且地缘政治升温的话 货柜航运会继续扬帆 今天汉伟哥帮你持续的追踪下去 好 首先有请朱老师 你好 好 朱老师 今天广达 真的是大家一直在看 鸿海也创高 台湾也创高 对不对 联发科也创高 广达终于今天创高了 好 创高以后 能不能带着我们所谓的AI一线股反攻 因为好多观众在问 伟创怎么还不涨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美股 这个叫驴股神 好 木头节 对 那他也是在大量的进台积电 台积电ADR 所以我们台积电的ADR 在美国也是继续拉高 好 那辉达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 市值第一名 所以由于大家都在往这方面走 所以美国的这几个重要的科技公司 都一直在创新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广达 大家众望所归 这个等了很久了 好 我们来看广达 广达在上一次 在最高点 急跌 那这样的急跌状况 短时间他就没有办法上去了 所以他一定要去消化他 好 那目前呢 从这个地方消化到今天为止 他把这299过了 所以299一直他就是一个压力在这里 那过了以后 而且今天是大量的红K实体办过了 对 他虽然留了一点点上限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实体办还是很长 好 那广达在这边过的话 因为这个整理的时间很长 那我们在周线 就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态 是 什么形态 好 周线这边也是一样 一个类似 你把它当圆弧底 当头肩底都可以 是 那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那广达的目标价会到368块 其实也不稀奇 今天都320了 但是看了很振奋 因为299弄很久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广达是AI的领头羊 它的股价也最高 所以它是AI的领头羊 那它开始走的话 那就会带着其他的AI股 都容易开始上来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广达已经有这个示范作用 它已经先开始突破了 那它这个突破也是历史高点 所以它左边也没有压力 也找不到压力 所以我们只有用形态 去算它的目标价 那在后面的走势 各位就按照趋势去做 只要它趋势是多头 我们就继续往上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线的AI股 那广达刚才已经讲了 所以没有列在这个地方 那像这个围影 日月光 晶圆电 创意 这个其实前面都已经是多头了 所以拉回来就做多 而且现在我们的大环境也很好 就是美股 台股都是一个多头 所以我们在做多股票 就比较有利 因为有这个大盘在保护 而且现在的资金也都在往这方面走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去创高 可是还是有急挡 还是要去稍微的等一下 不要说现在急着去做它 因为它前一阵子跌太深了 那跌太深了 它就需要时间去整理了 那这个我们就先列入观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伪创 这真的好多投资人关心 对对对 周老师帮忙 其实我们就基本面来讲 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都没有变化 对对对 都没有变化 但是因为这次股票的技术面太弱了 技术面太弱 第一个你看这边连续黑K 那我们说要时间整理 对也整理了 那整理完了它又跌破了 对 也就是说这个趋势 一直都没有转强 都没有转强 那现在它也在月线跟季线上 所以它还是需要时间整理 所以刚才有讲短线上 比如说那几个多头的股票 你可以优先去追踪它 那这个就让它去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就技术面很容易看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压力 对不对 各位看这里就是一个压力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盘整区 这里有一个大的盘整区 所以这边上来的压力很重 所以短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去挑战 这个133块 这个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 那这个大家就暂时放在旁边 去观察它 不过既然AI的领头羊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大概也不太容易再有低点 假如你还报道的话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你不要在这卖了 那就去时间去慢慢让它再上来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把它卖了去换现在的多头股票 换日月光 换这个晶圆电 去换广达 对 反而会比较 比较快的 能够拉回来 等于说以技术现行的形态来说 不如卖弱势 卖弱的去换墙的 在心情上面就是 那当然 其实也不会 因为你一样 假设你把这个 有两张你把它卖掉了 那你就去换一张现在的广达 是 就说你的总资金还是一样 并没有改变 可是你在这里的话 可能你这个 要磨很久 对 你就要磨很久 但是如果换广达 它如果能够很快速地拉上来 那比你这边的解套的时间较快 好 所以这个可以去做一个策略性的思考 否则的话 这个可能需要 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 好 可能要转捩一下 对 好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它有个最重要的压力突破 是 在这个地方 这个最重要的压力 那突破了现在 因为它也是在 沿着武军的高档 对 那如果明后天再涨 212.5是压 这是它前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或者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突破 我们也可以去算这个 一个大的圆弧形的目标价 是 好 那同样的 你如果像这个 你现在这个股价卖 也有一百一十几块 对不对 现在也收了 那你这一百一十几块 你去买两张 你去换一下 这个也可以 就是说 当然你不要在这边追高 就是说 下次它有回来的时候 你就不妨把那个股票换过来 那这样子 有可能你的解套的机会比较大 那这些光的大富持股 一路的在增加 一路的增加 所以这支股票就比较漂亮 好 现在大家要看的是华晨 对 华晨呢 这个我在以前就讲过了 好 不是以前 6月12号 因为这件事情 6月12号 去跟观众朋友解释 500块的时候 朱老师就说华晨会上千 对不对 988 朱老师告诉大家 华晨这样算是上千了 对 修正下来打第一只脚 朱老师说还不能介入 对 6月12号告诉大家 打第二只脚 打好了 没错 好 6月12号在这边 它不但打好了 而且是多头 是 而且还占上月线季线 然后就开始大涨 它就很符合 我们的多头要开始上涨 太可怕了 这个华晨 现在它当然进入了这个管制 但是应该不影响它的走势 因为它已经转强了 所以它的多头的趋势 已经形成了 那最多就是说 因为连续涨了七八天 最多就是回来休息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短压 在这个地方 对 那实际上它是过了 但是我们往往过高 就容易拉回 它会做一个修正 那下一趟的修正 我们当然是以做多为主 那季线月线 现在都在往上 所以它是一个支撑 所以任何的回来做多 它会去挑战九百八十八块 而且这一趟九百八十八块 过高的几率蛮高的 过九八八几率高 因为它上次涨的幅度 非常的大了 所以它一定要做一个这个休息 那这个休息 它回来的这个幅度 也没有多大 那代表它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人在支撑着它 然后它再往上走的话 过九八八的几率是蛮高的 那如果我们用这一次 回来的目标下看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周线 周线不是空头 周线是多头的回档 周线的二十均在下面 也没有跌破 周线没有转空 中长线还是一个多头架构 那这一根就是我们这两周 这一根就拉上来 这一根就表示 你看它一根就吃掉 一二三四五六 差不多七个礼拜的高点 所以这一根 这一趟的这个上涨的力量 非常的强 那这一周我们今天礼拜三 因为它要接近九八八了 所以这一周会留一个 小红小黑的变盘线在这里 因为它预压了 它要在这里休息一下 那下周就是这支股票的 关键的一个礼拜 那如果用我们技术分析的 这个K线的形态来讲 那个懂技术分析都知道 如果下周是开高走的话 对 就像这个礼拜一样 开高往上走的话 那这一根会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 对 就这一根跟这一根会复制 这在我们技术分析叫一星二阳 一星二阳 它会走一星二阳 那不管怎么讲 它开高走九八八就一定过了 对不对 再复制这一根不得了 对 不得了 这一根 也就是说这个涨的幅度会再来 会再来 那各位就去看一下 那其实目标价就是 就是这个再加一倍 是 这就是它的目标价 是 当然 这个 好 我华智被这么有出息 OK 好 那它是一个领头羊 是 那我们其他的当然没有它这么强 对 但是也不要忘了 其他的也都是多头 都是多头架构 好 所以所有的 对对对 四年中心电亚历 包括大同都转多头了 大同都是多头 好 另外光学镜头 也是因为苹果 其实苹果最近也很红 很红 因为它有新机要出来了 对不对 下半年 所有的新机都离不开这个光学镜头 那尤其是比较高档的光学镜头 因为苹果也要加AI嘛 它也要开始有AI的功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这个是重电的 好重电 两党你帮我们讲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四电也是多头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漂亮的 也站上了机械 那这一波也走了 那我们一样回来就做 那它去挑战307到358 那307应该很容易就过了 因为358这边累积的套牢量比较多一点 可是我们在这边的攻击量也不少 也蛮多 就是底部还是就开始有人进来了 所以以这个来看 还是有机会去挑战358块 358块 好 大同这一波跌得很深 对 但是在这里也打了一个底 变成多头 那今天 昨天今天叫回档 对 而且回档的量就缩了一半 缩起来 所以在月线上 我们都可以持续做多 这个是OK的 当然这上面的压力是会比较重 因为它这边的量 还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72.5 那短线上 我们就先看67.8 因为这边的量比较少 我们短线上去攻那个位置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大力光 大力光真的 已经从六圈一直跌跌跌 好不容易开始复活了 是 好 那我们就技术面来讲没问题 多头已经完成了 而且均线也 季线已经 月线穿过季线 所以这是四线多牌的股票 那在 在起涨也表现得也蛮强 因为它连续拉了三四天 而且也有大量 而且最重要 这个久违的这些法人 都回来了 全部回来 他们其实离开它很久 很久了 这边这边跌了 零零涉税 好 那现在OK了 我们就可以去锁它做多 当然一关一关的过 2880如果过 它的历史高点可高了 但是也要回到那时候的成长 对对对对 所以也要看它的业绩能不能够配合这次的发展 所以大绿光还有这些光学股 其实大部分的底部都出来了 先进光 先进光底部也出来了 对不对 那它去挑战290 那一样 外资已经开始在这边 这根大量藏红 就是外资买的 那我们就在底部去锁它 现在去挑战这个290块 所以光学股 现在最近很多的光学股 重电股 都是经过修正以后 然后底部转强的 所以这些股票 我们在当下有些太高 创历史高点 你都不太敢买 那这些底部上来 而且实际上 他们也有业绩的 还是可以去追踪的操作 朱老师刚刚讲的是 很多产业的领头羊 对对 看起来反而比他们下面的 二三线还要强 是啊 领头羊永远都最强了 所以如果资金只有一套的话 要不要优先选择领头羊 没错 如果你资金可以做领头羊 因为领头羊价位都比较高了 都是好几百块的了 那如果你资金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 我们讲做股票 尽量做这个类股的 最强的股票 是 对 好 这边非常谢谢 K钱知识人朱老师 谢谢